好 接下来就看到了今年的自行车环台大赛 全程是820公里 一共七天七站的赛事 第二天是来到了嘉义市 受到民众热情的欢迎 让选手感受到属于台湾人的人情味 特地自行车环台公务大赛 男人在嘉义市举行 天气不冷不乐 最适合自行车的赛事 由于选手来自世界五大洲 一共有23组队伍 115名选手来参赛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来看看 南台湾的风光 南台湾的风情 尤其嘉义市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尤其嘉义市还有一个非常美的南潭 后花园 一路往嘉义的后花园 南潭出发 除了有选手努力拼出最佳成绩之外 大赛的赞助单位 也捐赠了自行车跟纪念背包 给当地的清寒学童运动 还要兼做爱心 对environment的环境 好的事情比较好 所以去年我们决定 帮忙这个 教大家的比赛 还有嘉义 很好的地方 我想来这边 所以我感谢 这边台湾 国际自行车环台大赛全程 一共有七天七战赛事 8号开始一路从高雄的爱河 要骑到台北的101 尤其还结合了各县市 特有的文化跟景点 行销台湾之美 也希望民众到场为选手加油 感受最热情的台湾人情味 中间新闻 侯国文嘉义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